好香喔 今天是冬至 所以他说我肚子好饿我要吃汤圆 我要吃汤圆 你来看 如果吃不到汤圆我会很饿 我心情不好 然后呢 那个 瓜牛龙说 哇 就来一起吃汤圆 然后他们两个呢 就遇到一个地方 他们看完了庙会之后呢 然后他们就买一个好大的汤圆 那汤圆就跟 瓜牛龙的那个头一样大 但是呢 那个 那个 那个那个烏龟龙呢 他吃不下 因为那个太大了 他只能用他们手去 这样子 慢慢游游游游 游到那边去吃 然后那个 因为呢 瓜牛龙他非常饿 所以他就 伸出很长的舌头 这样 啊 我还有一个痛要吃下去 我不是讲完耶 哈哈哈哈